HELLO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 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開直播分享的車款 是SUPER B 這一台SUQADA的車算是二代 那大概在兩點多的時候 我還蠻意外的 因為有一個artist的車友來試乘 他說有看經理的直播 我以為我的直播都沒有人在看 進來還有觀眾來 謝謝大家 所以從今天開始 經理要介紹得更認真的 以前可能有的有講錯請大家多多包含 但發現有人在看 所以經理的話要特別特別謹嚴盛行 今天這台車是VH的車款 它的底盤基本上是跟Golf的五代六代是通用的 後來比較新款的三代的SUPER B 它的底盤才是跟Golf七代 是一樣是MQB的底盤 那這個四代的底盤 在五代六代還有JETA還有PASTA 還有TIGRANT 舊款的TIGRANT 大概都是用這個四代的底盤 那今天要安裝的版本是道路版 其實今天的車主的需求比較特別 車主的需求是因為車高啊 家裡面的停車的狀況 不允許那麼高的車高 那加上避震器也使用了一段時間 所以今天要求的舒適度很重要 所以我們一般就幫車主來配置一個道路版本 那車主要求的車高只要比原廠低兩公分而已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像見不得人 好來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彈簧跟避震器 那基本上這個四代的SUPER B跟三代的SUPER B 其實都一樣 它的後方的上座都是要引用原廠 那前面的話 因為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前面我們就都有附上座 前面有附上座 這個是後方的統身 它的阻尼其實就比較偏向一般的歐系車 可是比一般的VH的話還要來得再舒適一點點 所以它的阻尼其實算舒適 好 算舒適 統身的話用了大概十來萬公里 耐用度也不錯 統身還沒有壞掉 但阻尼應該有劣化 因為變得還蠻軟的 這是後方的彈簧 那裝這台車它的後方彈簧本來 上方跟下方都有一個橡皮 上下橡皮的話是要沿用原廠的規格 那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它的避震器還蠻特別 因為避震器 來 大家來看一下 哪一邊是左邊 哪一邊是右邊 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它的避震器沒有分左右邊 這個是歐系車才比較會有的一個設計 它的避震器沒有分左右邊 那在這個仰角的部分 這個仰角的粗細 其實在五代六代的Golf底團系統裡面 還有分它是大仰角跟小仰角 那Superbee的話 基本上都是大仰角的系統 這台是柴油引擎 我們之前應該也有開過一台相同二代 然後一樣是四門的SATEM 它是柴油的車款 Superbee的二代 那個是經理的好朋友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方已經裝好了 這一台是比較中大型的房車 這一台可能是經理腳比較短 我坐在後座 這個後座是可以翹腳的 它的後座的空間特別特別大 那後方的彈簧 中大型房車 它的彈簧配重呢 雖然它的底盤跟Golf五代六代一樣 可是它的後方重量重很多 所以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是7.5到8公斤左右 那後方這個上座要沿用原廠 在上座的下方 下方的話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後方的阻鈕 所以要軟要硬的話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後方的車高調整是在這個地方 在彈簧的上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 今天預計只有比原廠要低兩公分 一點點而已 沒有要降很低 那基本上這台車機 它的周邊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這裡有一個防塵套 這個防塵套也是密合度做專用的規格 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那後方的話 這個世代的底盤 還有一個特別要小心的地方是 後方的彈簧不能預載過多 但這樣的結構設計 因為它的仰角 仰角是設計在跟變性在這裡 所以它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但是不像是CIVIC 8代 9代 會允許那麼多的嚴重的失誤 即便它調太短的話 它這個直幣壓縮彈簧的空間也比較有限 所以有點小小防呆 但是如果安裝技巧比較沒有那麼成熟的話 還是有可能會有壓縮過頭的一個狀況 簡單來說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後方的彈簧不能壓縮過多 不能預載過多 這是後方的部分 前面的話 前面的話這樣的結構其實還蠻簡單的 才有引擎2000cc的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8公斤 是一個直捲式8公斤的彈簧 那它前面的一個離載串 還有這些周邊的零件 是要沿用原廠的 是沿用原廠 然後這個離載串的話 每一間的設計會不太一樣 有的設計的話它是希望 做一個可調式的離載串 或者是說 恢復一個專用的離載串 但KD的設計 做讓沿用原廠離載串 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的高低點 它的固定的高低點 是跟原廠一樣 所以它的離載串其實相當的長 那在轉向的時候 我們在轉方向盤 轉到左10點 右10點 它的離載串作動的角度 不會因為改低了 而變得比較大 那角度變大的時候 相對的離載串的壽命就會縮短 所以離載串的話 如果能夠以這個車系來 如果能沿用原廠的話 是比較好的一個設計 那日後的話 如果 原廠離載串太貴 我們也有副廠的可以換 這個一直都大概 副廠大概幾百塊錢而已 所以在日後的維修上面 就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這一個的話 前面上座拍得到嗎 我拉高看看 它的前面上座 是一個 在飾板下方 有一個 這個是一個飾板 在飾板下方 有一個上座的結構設計 那這樣的上座設計 其實這裡還蠻容易會有水滲到下方的 所以在安裝完畢之後 會建議 上方的話做一些防鏽的工作 那這裡有一個突起來的機構 這個機構就是阻尼旋鈕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它有一個一個一個的手感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 前面的話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調整的方式 左邊跟右邊呢 一定要對稱 一定要對稱 這個是Skoda 跟福斯集團一樣 都是2000cc的TPI的柴油引擎 好 那基本上這個用料的部分的話 像主尼有 我們一樣是使用意大利 這樣會逆光 意大利IP的主尼有 不會啊 這個是意大利IP的主尼有 在油封的部分 我們使用的是日本 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KT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如果是有可能 用了三年五年之後 主尼有有裂化了啦 或者是防塵套破損 或者是其他的零件 需要做維修的話 KT都有辦法 針對這些售後的服務呢 來做維修 KT的產品是保固一年 這台車的話 有附前面上座 前面的話 其實可以選購 強化上座 或者是需要做CAMBO角度 那個可能是Golf車系的 會比較熱血一點的話 就可以選購 魚眼上座 讓它前輪呢 是可以微幅做CAMBO的改變 做調整 那這台車後輪的話 它算是一個多連桿懸吊 可是經理沒有提到 它的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是因為第一個 車主的車高沒有需要降的很低 所以它後輪的話 其實有一個偏性螺絲 是可以調整後輪CAMBO角度 所以這台車的話 以降幅這樣的幅度 跟車主的需求的話 是不需要 不需要改裝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OK 介紹完畢 如果 試乘車 試乘車的話 如果用這台車 以SUPER B來說的話 經理會建議來試乘 看看公司的一個Golf 因為Golf的話 一樣是VH車系 它乘坐起來的感覺 會比較接近 我們也有日系車可以試乘 日系的話是CAMBO的六代 像剛剛的車友 線上剛剛有兩點多 有車友來試乘的話 就覺得還滿不錯的 所以它就預約下個禮拜要安裝 所以很希望車友們 歡迎車友們來這裡試乘 或者是我們北區有經銷商 南區的店家 都有試乘車可以提供 給車友們來試乘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 拜拜 謝謝